我们生活当中你发现了 两个人要吵架 比较常说的话有那么两句 第一句话是呢 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 第二句话是你好好想想 你自己有没有错 你发现这两句话特别有特点的是什么呢 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说对吧 你怎么不理解我 你好好想你自己有没有错 其实这是什么 我不理解你 你也不理解我 就双方都没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就我们心理学人经常说的同理心 其实我们经常讲是一个人呢 做事情啊 就能不能够成功的 很多时候看智商 但是你能不能把成功成果保持住 或者再持续的走向成功 那就看你情商会不会做人 其实情商是啥 情商最基础的就是同理心 情商最基础的同理心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你能不能换位思考 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 就是既了解自己 会了解别人 这是情商的基础中的基础 那么在这点上呢 曾广先生有特别形象的论述 这里头有三句话 说的是这个同理心的问题 第一句话呢 叫自恨之无业 莫怨太阳偏 第二句话呢 叫平生纸粮 别人短 何不回头把字量 第三句话呢 叫责人之心 责己 竖己之心 竖人 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呢 它是个递进关系 第一句话是指的呢 你出了问题啊 你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就是你说这太阳 你没照到你这上面 所以你不开花 你得看看你那真正啊 连个叶都没有的 你搁什么开花啊 所以叫自恨之无业 莫怨太阳偏 你在自个儿身上找原因 第二个 平生纸粮 别人短 何不回头把字量 你天天就盯着别人短处不放 你这么着 那么着不对 你回头看看你资格 资格的毛没有多大 别净条件别人 那么第三句话 它是同理心的精髓 责人之心 责己 竖己之心竖人 就是 你啊 把责备别人那个心思 你用的责备自个儿身上 多做自我检讨 你用宽恕 自己的方式来宽恕别人 去体谅自己的方式 去体谅别人 这就是换位思考 有的人很多人自个儿做错事了 容易自己给自己找原因 那也不赖我 我也是UM 在我也有情可原 等到别人出事不行了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那 所以 责人之心 责己 竖己之心 竖人 这句话是精髓中的精髓 你在生活当中这样例子 有的是 你比方说有那么哥俩 小孩在屋里边 正做游戏 就听厨房 他爸他妈在厨房 就在厨房 砰登一声 一个碗打了 声音很脆 没动静 不一会儿 哗啦哗啦哗啦 有人扫着一个 人的碗茬 都扫了 这时候这哥跟弟弟说一句话 特有意思 说弟弟 你猜刚才谁把碗打碎了 准是妈把碗打碎了 他为什么 爸要是把碗打碎了 这妈马上就得骂 干这活就要工钱 不小心把东西都要你整坏了 等他轮到妈自个儿把碗打碎了 他不吱声了 把自己消灯 拉倒了 这就是什么呢 他没有通理心 他没有责备别人的方式来责备自己 反而是呢 脑子里想着自个儿宽恕自个儿 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这种事太多了 你犯了自个儿犯错 就是刚才说 那个妈妈不碗打了 他不仅呢 不像平常责备别人那样 责备自个儿 反而他给自己找理由 哎呀 我作为家庭主妇一天在家 干这干那个 给这个老的小的 我当中做麻 我容易吗 要不是干这么多活 我脑子有点迷惑 能把碗弄打了吗 我才家伙多冤呢 他给自己找一堆理由 甚至拿这个 拿不是当理说 反而抱怨家里人 这就是曾广相问里这句话 责任之心责己 数己之心数人 你越琢磨越对 那我们在具体 根据这个事例来看 其实这三句话呢 说的是三个意思 最核心的意思 第一个 就我们说这个 自恨之无业 墨原太阳瓶 这是出了问题 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孟子里边有句话 就说这意思 叫行有不得 反求助己 就你做事情没有成功 你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看 孔孟啊 认为他们心目中的圣人 都应该这样做 比方说 姚春雨 上古世纪 这三个执掌天下的人 说姚有一次啊 出去视察工作去 碰上呢 有两个老百姓啊 被捆上了 收监 准备投放 投到监狱去 他就问 这俩人犯什么过错了 其中一个人说 我呀 就是 这不天汗吗 我地一点收成没有 我们饿呀 我们就偷别人吃 就给我们抓起来 要送去 姚一厅 赶紧赶紧 把他们绳子放过 放过去 那为啥放 他说 天不下雨 老天爷惩罚 什么原因呢 我这领头都没干好 老天爷惩罚我 第二个 我没有带领大伙 治理好这个旱灾 把这水利搞上去 所以老百姓饿了 不行了 偷偷一尺 这是我的责任 要往监狱里放 应该把我放下去 所以姚 刚说完这句话 天就阴了 起了咔嚓 打雷下雨 老天爷被他感动 当然这是个传说 但这说明什么 中国古代的文人默克 经常拿这些圣贤的故事 这些传说来自省 就说出了事 从自己身上找个人 这是我们说 曾广先生这句话的 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 别揪着别人错误不发 平生只量别人短 你去盯着人家短处 这么揪着短处 不仅是不利于自我反省 反而容易结缘仇 您让大家都知道江湘和的故事 这已经家喻户晓了 赵王手下有一个文臣 立项炉 这时候秦王总欺负赵国 就约赵王在免持这种店面 赵王就不敢去 说去他给我抓起来怎么办 但不去秦国势大 还怕得罪人 还怕失礼 立项炉说 大王你但去无妨 我能保你平安 这么赵王战战兢兢 带着立项炉去了 结果习上呢 秦王说了 说你呀 能不能给我这个骨色呀 就弹一种乐器 赵王没办法 骨色 秦王马上让手底人记下 某某某年某某某月某某日 赵王为秦王骨色 说白了你是给我唱曲的 这次瞧不起他 结果这时候立项炉呢 抱着一个否 打击乐器上着 说来 请秦王也为赵王秦否 秦王说这怎么能行呢 立项炉说了 咱俩之间可离着五步之远 你要如果不秦这否 我就跟你玩命 说白了 我命贱你命贵 你换不换吗 秦王一看 碰着这样的人狠角色 没办法拿起骨唇象征性的记忆下否 马上立项炉也记下 某某五年某五月某某日 秦王为赵王鸡否 这时候 在来的时候 立项炉也跟武将连婆嘱咐好了 送我们到这边境线上来 一旦有什么不测 马上你跟秦国就开仗 都准备好了 秦王也知道那边 大将连婆在那等着呢 乖乖的把赵王送过去 没怎么样 回来之后赵王说 我这一趟能 全事退 全仗立项如来 封立项如为上情 官职比联婆还高 联婆不满意了 说我这么些年 东党西沙南征北战 立汉马功劳 一个书称立项如 动作嘴皮子 官就比我都大 不服气 背后说一些 不好听的 这个时候呢 立项如听说 说这联婆说 我再见立项如 我就羞辱他 立项如的索性成病 不出 不上朝了 我在家养病 甚至有一天 他出去办事 半道看着联婆 那车队过来 赶紧告诉手底 来来来 把这车咱躲到小胡亂 等他过去 咱俩过 他下边都来气 说先生这不对 你官比他还大 你怎么怕他这样 跟耗的剑猫 这不好 立项如说你不知道 我问你一个道理 是秦王厉害 还是联婆将军厉害 说联婆将军厉害 那不如秦王厉害 我都不怕死 我敢跟秦王对命 我能怕他联婆吗 问题是 我们两人一降一降 如果我们不和气 赵国不就危险了吗 就我不能 盯着这联婆对我失礼 这事不放 我得宽恕他 因为咱终极大目标 是保赵国平安 结果这句话 传到联婆耳朵里 哎呦 联婆这个不好意思 哎呀 你看我 他人家对我还这样 非常感动 就是脱光膀子 然后背着经条在后头 就要负经请罪 一拿条 瞅我爸爸 我都 我这人太不像话了 太不是人了 这个时候立项如 没有因为得着礼 就不饶人 说你看老头啊 你这德行 要不是我宽住 你咱俩干起来 赵国怎么办 没说这个 别跪起来 老将军请起啊 你这么些年 为赵国立些汉马功劳 我怎么敢责怪您呢 啊 也是我做的不好 让老将军失了面子 今后咱俩一定和和气气 你是我老大哥 联婆就更感动了 你看 这就是 别盯着人的错误不放 死揪着人家 哎呀 你这怎么怎么着 这样不好 所以这就我们说 将相和这个经典故事 他讲的就是 别盯着别的错误不放 再我说第三点 数几只心数人 你用体谅自己的 想法来体谅其他人 诸葛亮死了之后呢 这宰相位置呢 由蒋婉继承 蒋婉大权在握呢 有人就跟他说 说丞相啊 这个咱这有一个人 叫杨敏 你认识 他我发现 对你很是不以为然 那上朝说你问的啥 他都哼哈 根本也不说话 有时候就点个头 晃了一下脑袋 这个人呢 对你不忠 背后还可能说你坏话 应该收拾他 家长说 你们这想哪儿去 这杨敏这个人呢 跟我脾气不通 我俩是话不透极 半句多 他呢在朝堂之上啊 他为什么不智商 你说他智商 说我好吧 他违心的 他这是小人 他说我不好吧 我是官居高位 他怕我下不来台 怕我没违心 所以他索性就不智商 这是这个人的优良品质 也是他既耿直 说白了又名势力 那这样的人才这么能守着听 他反而非常体谅杨敏的难处 他当时不是宰相 虽然说这个宰相 宁可真是胸襟正开阔 肚里能撑船 所以宰相肚里能撑船 典故就从这来 而就是用体谅自己的方式 去体谅别人 他其实这种体谅 还体现在各个细节 有的人 他干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 大事也没有影响你 但就是这些细节 他征服你了 他搞什么 就是个体谅两者 你看香港的影帝梁家辉 在圈里人员是非常不错的 他怎么做到 就一个细节 他有一次到武汉参加活动 武汉非常赌 结果他到的时候 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点很紧张 一般的明星都是 不行我风尘仆仆的 我得化化妆 我得手上手上休息一会儿 梁家辉没有 说这你大伙都 这些人等我 那开始吧 别耽误大家时间 结果到现场呢 就给他准备了一把椅子 剩下那些主办方这人呢 还有什么记者都站着 梁家辉就干件事 把椅子拿着就推一边去了 哎 大伙都站着 哪能我一人坐着呢 我也站着 你想这些记者 就这一个环节 就征得了很多人的好感 所以说这个体量 它真的是中国人为人出事 特别重要的 所以你能从对方的难处着想 我要在那位置 我会怎么样呢 我也难受 那咱就是宽恕别人吧 有什么过不去的 所以在今天说这几句话 您可记住了 曾老贤文说的 头一句话 自恨之无业 墨院太阳篇 除了事先从自个儿身上找人 平生质量别人短 何不回头把字量 有事别盯着别人短处 你想想自个儿身上 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第三个 责任之心责己 数己之心数人 你用啊 求全责备别人的方式 来苛求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怎么样 你用宽恕自己的那种宽容大度 去宽恕别人 要这三条做到了 那咱们人际关系 百分之百 你能处理的非常好